今年5月 上海上岗和天津毅力的比赛之后 中超本土第一射手吴磊 在他的微博上 晒出了这样的一组照片 上岗的五大后卫 王申超 贺冠 富官 张卫 石科 和门将严俊玲齐聚一堂 五球王佩文 小心点 他们身上都有刀 上岗的五位带刀后卫 也因此在江湖上名声大噪 风头至今无人能及 截止到目前为止 王申超 贺冠 富官 张卫 石科 已经为上岗在中超 足鞋杯和亚冠 三条战线打进了9球 9个进球分别来自于9场比赛 上岗的战绩为7胜2平 保持不败 可以说五大后卫 不仅在后场出色地完成了 博瓦斯所布置的防守任务 在前场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艳 今天我们就着重地来回顾一下 上岗的五位带刀后卫 都有哪些令人胆寒的进攻独门秘籍 24岁的前国奥队队长石科 出自绿城的清训营 2015年转会加盟上海上岗 他本赛地的两个进球 全部来自亚冠赛场 出色的门前秀爵 是石科在进阴端的法宝 在定位球战术上上岗的巴西前场三叉戟 往往能够吸引对方更多的防守注意力 这个时候石科将能够充当骑兵的角色 从中路杀出 抓住对方的失误 完成功能 上岗的带刀后卫们通过这种方式 进了不少球 24岁的中后卫赫冠 本赛季的三个进球 便全部由胡尔克在前场发起 值得关注的是 贺冠的三个进球中 有两个都是在比赛的最后适合打进 一次发生在联赛第21轮 他在中路党社帮助上岗队 在客场绝评实力强劲的 河北华夏进入 而另一次则发生在最近的足夕杯赛场 他接胡尔克的任意球传中 投球俯冲 帮助上岗绝杀 斑霸 广州恒大 这个任意球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上岗一直苦于无法战胜恒大的宿命 就此被打破 而贺冠也堪称上岗的关键先生 同一24岁的左后卫张卫 处自于上岗清训 曾被誉为是下一个百家俊 单从身材上来看 一米其六的张卫显然更为优秀 作为根保崇明基地二期的弟子 张卫深得接船转的精髓 球队由手转弓后 他能够迅速插上 出现在边路进攻端的关键位置 并在大京区县外送出致命的船 本赛季张卫已经三次运用同样的方法 或间接或直接助攻队友得分 这种直插阵地深处 下地船中的进攻方式 需要边后卫 拥有良好的跑位意识 以及扎实的传球基本功 张卫显然兼而有之 右边后卫复显也是根保基地出品 也是24岁 相比于同期的张卫 复显更喜欢突到对手进区内制造杀机 带到后卫九个进球中 唯一一个更加依靠根能力的功能 便是败他所赐 这次横切进区后 大力抽射 让博斯都竖起大拇指 在助攻的方式上 复环更加激进也更加强势 高速带球中 面对一两名后卫 复环能够依靠速度和节奏的变化 来甩开对手 将皮球送到更为靠近球门的位置 搅得对方防线 人仰马斑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说 28岁的上岗队长王申超 作为根保聪明基地的 一期出品的精品后卫 王申超拥有带到后卫的必备技能 出色的投球功组 他本赛局的两个进球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打进的 而为他做球的也仍旧是博尔克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点 王申超 客冠 副官 张卫 石科 所进的九个球当中 有八球与绿巨人有关 卫尔克堪称是带到后卫 天团身后最重要的男人 言归正传 王申超在进行端的另一个大贡献 是他精准的斜长船脚法 在对方没有退防到位的情况下 冷不丁地送出这样一脚传球 往往会令得对方手忙脚乱 而在本赛季 王队的传球甚至还造成过 长春亚太的一次乌龙球 当然更多的时候 王申超的长船 都能够精准地找到进去年的小伙伴 让队友舒服地完成功能 精湛的记忆离不开平时的口令 从以下这段视频来看 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王队已经达到了 直脑 打脑 境界 打脑 境界达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